如果你在消磨时光时看过谍战片,动作片或犯罪片,那么你就会清晰地在脑海中勾勒出黑客的电脑屏幕的样子。 就像是在黑客帝国电影中,代码与一样的16进制数字流,又或是一排排快速移动的代码,也许电影中出现一幅世界地图,其中布满了闪烁的光点和一些快速更新的图表,不可或缺的,也可能有3D旋转的几何形状,甚至这一切都会显示在一些完全不符合人类习惯的数量光谬的显示屏上。 在鉴于行动电影中,黑客就使用了7个显示屏,当然,我们这些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一下子证明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虽然在我们中,许多人都有双显示器或更多,但一个闪烁的数据已表谈,刷新的数据,通常和专注工作是相互矛盾的,编写代码,项目管理和系统管理,与日常工作不同。 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情况,为了解决问题,都需要大量的思考,与客户沟通所得到一些研究和组织的资料,然后才是少许的桥代码。 然而,这与我们想追求电影中的效果并不矛盾,也许我们只是想要看起来忙于工作而已,当然,我仅仅是在此无周。 如果您公司实际上是根据您繁忙程度来评估您的工作时,无论您是蓝领还是白领,都需要急待解决这样的工作文化。 假装工作很忙是一种有读的文化,对公司和员工都有害无益,这就是说,让我们找些乐子,用一些老式的,毫无意义的数据和代码片段填充我们的屏幕。 当然,数据或许有意义,但不是在这种没有上下文的环境中。 当然有一些用于此用图的有序的图形界面程序,如hackertyper.net或是geektyper.com网站LCTT一种,是在线假装黑客操作的网站。 为什么不使用标准的Linux终端程序呢? 对于更老派的外观,可以考虑使用酷炫复古终端,这听起来确实如此,一个酷炫的复古终端程序。 我将在下面的屏幕截图中,使用酷炫复古终端,因为它看起来的确很酷。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工具。 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慢慢的无尽循环播放,您选择的一个序列,让您的代码在您外出消息时,编译,由您来决定播放顺序。 但是,其中默认包含数字货币挖矿模拟器,composer,p-line关系管理工具,内核编译器,下载器,内存转输等工具。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其中类似模拟程式夹在显示,所以只要没有人仔细检查,你可以花一整个下午,等待您的电脑完成进度条。 Tenac发布了支持Linux,OSX和Windows的版本,并且其REST的原代码在GitHub上开源,遵循MIT许可证。 Hollywood Hollywood采取更直接的方法,它本质上是在终端中,创建一个随机的数量和配置的分屏,并启动那些看起来很繁忙的应用程序,如搭目录数。 原代码文件等,并每隔几秒将其切换,它被组织成一个Shell小碗,所以可以非常容易地根据需求进行修改。 Hollywood的原代码在GitHub上开源,遵循Appetri 2.0许可证。 B-L-E-S-S-E-D-C-O-N-T-R-I B-B-L-E-S-S-E-D-C-O-N-T-R-I B-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应用,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这种表演,而专门设计的应用。 相反的,它是一个基于N-O-D-E-J-S的终端仪表盘的构建库的演示文件,与其他两个不同。 实际上我已经在工作中使用Last Contribute的库,而不是用于假装忙于工作,因为它是一个相当有用的库,并且可以使用一组在命令行显示信息的小部件。 与此同时填充虚拟数据也很容易,所以可以很容易实现你在计算机上模拟战争游戏的想法。 Last Contribute的原代码在GitHub上遵循MIT许可证。 当然,尽管这些工具很容易使用,但也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是你的屏幕丰富。 在你看的电影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就是MAP,这是一个开源的网络安全扫描工具。 实际上,它被广泛用作展示好莱坞电影中黑客电脑屏幕上的工具。 因此,MAP开发者创建了一个页面,列出了它出现在其中的一些电影。 从黑客帝国2,重装上震倒,蝶领虫虫3,龙纹身的女孩,甚至虎胆龙威4。 当然,您可以创建自己的组合,使用终端多洛富用器。 如Screen Quartz启动您希望使用的任何数据切分程序。 那么,您是如何使用您的屏幕的呢?